不用的壁紙刀片或者是报废的壁紙刀片 我们给它接上两条线 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 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有用 我们来看 首先呢我们先用电弓胶带 把刀片上面这个电线给它先粘一下 我们这样给它粘老骨了以后 接下来把这边也给它粘一下 我们看就这样 把两条线都粘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找几个这样的木头条 找一个薄厚差不多的 不能太薄了 就这个可以 然后呢我们把它夹在这两个刀片中间 我们看 这样夹好了以后 然后呢还是用这个电弓胶带 我们给它固定一下 先把这个刀片给它对齐 对齐了以后 然后呢我们看 这样 前边给它 固定一下 然后呢在这个后边 再给它固定一下 我们看就这样制作好以后 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 来看 像冬天我们用水的时候 没有热水怎么办呢 其实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烧水了 烧水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把它放到水里面来测试一下 你看刚烧一会儿 这水马上就要开了 升温速度非常的快 冬天我们用它来洗脚洗脸 或者洗头用热水非常的方便啊 用热水的时候 在使用的时候呢 最好啊加上这种漏电保护开关 这样才会更加安全 对于一些不同店的新手朋友 切记啊千万不要去模仿 烧水的时候用这个盆啊 一定要用塑料盆 千万呢不能用金属盆 像70年代的时候啊 还没有热水器 在烧热水 冬天用热水的时候 很多呢就是工地电工 就是用这个方法烧水 速度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好用 切记啊 新手朋友 切记千万不要去模仿 我们下车就能够去模仿